今天用一条黑鱼教你做三道菜 用开水烫一下 能够有效的去除表面的烟液 先来进行分档取料 这是酒店厨师经常用的刀法 每天都这么用心出教程 希望你点个爱心支持一下吧 从尾部斜刀切鱼片 另外一半把鱼皮取下来 改刀切块 把肉切成长条 鱼骨头砍成块 准备好葱姜蒜 盐 料酒 腌制五分钟 鱼片下盐 料酒 胡椒粉 蛋清 玉米淀粉 抓拌均匀 上姜 后下油 包姜 碗中下蛋黄 玉米淀粉 香炸粉 清水 油 盐 搅拌均匀 调成脆皮糊 把肉条倒在里面 搅拌均匀 这个手法叫挂糊 五成油温下锅炸 保持中火炸三分钟 表面金黄即可捞出 七成油温 七成油温再次下锅炸 可以让它更酥脆 不含油 主页更新了一千多道详细美食 你要是不知道吃啥做啥 点我投向旁边的家号 就可以收藏 学到就是你赚到 第一道菜 香酥鱼柳 倒定 热锅下油 来煎鱼骨头 开中大火 煎至两面金黄 下点葱姜去腥 往锅中加清水 要是有开水 效果更好 始终开大火煮 鱼汤才会白 煮至奶白热 倒出来备用 再次热锅下油 下生姜片 把酸菜大火炒香 下西红丝 把它炒烂 鱼汤再次回锅 盐 料酒调味 再煮三分钟 先把鱼骨头 捞出来电盘底 鱼片下锅 烫至变白 就熟了 这样刚好鱼片 可以平铺在表面 撒上蒜末 葱白末 油温烧到六成 准备干辣椒 干花椒 鱼汽喝成 第二道菜 番茄酸菜鱼 搞定 其实刚才撕长了 四块鱼中骨 吃丹鱼 生姜 清水 盐 把它做成炖中 上汽之后 小火蒸半小时 丹鱼鱼汤 代表着 当你出门 一定要回归 家里要是来客人 煮夜每道菜都很详细 总有一道适合你 千万不要错过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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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